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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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早知道会变成黄脸波 我一定会注意眼视 多运动 多保养 辣妈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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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很合悶 救救我 王太太 麻烦你先去把费用交上 谢谢啊 快起床啦 挂断啦 老婆 早啊 我说你小心点 万一把手机摔坏了 几个月又要换新的 我就应该把你也摔坏了 换个新的 阿庞也真是 十天半个月就来借一次钱 你怎么了 一大早起了这么大脾气 我不搭理你也就算了 真的我们看银行的 你别生气嘛 你看 他也没多借 就一签 咱们就帮不他 就一签 什么叫就一签啊 这月的水费 电费 豆子的学费 还有这些 你都给他呀 你最好把我也当人钱 送人算了 凌玉 你消消气 消消气啊 我知道你很辛苦 你就别生气了 我会努力的 努力 你努力什么了你 你除了努力修你那艘破船 你还努力什么了 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 你说啊 结了活你就不用工作了 你可以照顾好我 照顾好孩子 你努力做到了吗 你看 你看 我一跟你说这个事的时候 你就这个表情 你以为我愿意说这些 我也不愿意说呀我 你找我有什么事 从明天开始 你给我和公司上班 开始熟悉业务 等我退休之后 继承日升集团 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就一直不理解呢 我对你的集团没有兴趣 没有人问你敢不敢兴趣啊 这是你的权利 你的义务 就这么定了 凭什么 我是你爸 我要你做些对得起我 对得起这个家的事情 有错吗 那你对得起我妈吗 你对不起你妈 别走 我还没说完呢 我们之前没什么好说的 我不是你的员工 没有必要听你一指气势 忍受你的欺凌霸道 我更不是我妈 要整天对你低声下旗 任你努力 混蛋 我怎么生成你这么个孽种 我现在你走了吗 就算是我对不起你妈 就算是我对不起你妈 也是我情非所愿 那我妈呢 我妈她为你付出了一辈子 她最后得到了什么 临死之前要见你一面都没有见到 你让我妈情恶一堪 你让我妈情恶一堪 妈 你让我妈情恶一堪 你生气的安安 是你的人生 是你的人生 不是我的人生 什魂 十几年前 咱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穿的是一样的 吃的是一样的 住的也是一样的 现在呢 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 你是有名的大律师 事业有成 最重要的是 你摆脱了婚姻的枷锁 看看我现在这副模样 我真心觉得我都白活了 我 我跟你说 离婚 我帮你办 不用钱 我会帮你争取豆豆的抚养权 至于赡养费 那要看晨曦的收入水平 不行不行 我又不像你 我又不是个女强人 你也知道的 从结了婚之后 我什么都没有做过 我是个正牌的家庭主妇 除了做饭 洗衣服 带孩子 我什么都不会 我还是有个特长的 菜场砍价没人砍得过我 等一下 拿着 不行 这怎么好意思呢 不行 你拿着 行了 你家那些事情 我还会不知道吗 既然你来找我 一定是有什么困难 我等一下还要出去忙 既然我不能出力 这个 算是我的心意 不好意思 时间到了 来了 我先去忙了 不是打给我 快去快去 大姐 你啊 先不要着急 我们一起想办法 总有办法的 她来干嘛 大姐 大姐 她家里面有点急事 想问我们看能不能 不能 大街上要饭的多了 你都往家里领啊 真当咱们家是救助站了 小雨 你别过来 你姐夫正在做手术 情况很危急 你 我实在没办法再来找你呢 小雨 你没办法再想到我 想当初我求你的时候 你们怎么办呢 要不是你们一一步行 非要去创什么业 你们真是想今天这样吗 小雨 之前的事情 对不起了 别来这套 你们没有对不起我 你们对不起的是你们自己 你们更对不起爸 你说爸这辛辛苦苦一辈子 挣那么点钱买套房子 你们非得要创业 拿爸的房子去抵押 结果呢 都赔进去了 要不是你 要不是你爸也不会走这么走 真不知道你哪里的脸 还好意思过来借钱 大姐 大姐 等一下 我们家的确出不了多大的力 不过这里 是 宋晨熙 你又要把钱借给别人是吗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你不知道吗 老婆 大姐是自家人 你太自私了 你说我自私 我为你把整个青春的搭进去了 为你做牛做马洗衣服做饭生孩子 我自私 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 你还说我本次死 好 你就拿你这点钱 去和西北风吧你 我自私 好 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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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了 你跟我回家 小玉 你别闹了 回家 回家 回家干什么 小玉 继续看着你只在乎所有人 而忽略我们母女俩 继续看着你把钱借给别人 不管我们的死活吗 只要生活一点希望都不过 这日子过不下去 咱们以前有过希望的 你不记得了吗 只要能坚持下去 希望就还在 希望在哪儿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看到 这里那点工资 连生活费都不够 你以为透透的学费怎么弄来的 还不是我给人做家中 我一小时一个小时我这么转回来 可到头来你还说我的 这些 这些都没有问题 我都可以接受 因为我当初嫁给你 我爱你这些我都可以忍 可是我的孩子不行 宋真希 如果 如果早知道 我们俩会走到今天这步 我根本不会嫁给你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 我恨得不要认识你 转身说爱你还来不来得及 再回到从前 只要你在身边 那些迷幻的情愿 谁给你了个 躺着霓恨在此间 反正正真火也纷飞 爱是转不了时间 这身心里 爱爱不来得及 再回到从前 再一次兑现我们所好的一切 我被车撞 我应该伤得很重 可是为什么一点都不疼呢 我死了吗 我的人生就这么结束了 可是我还没有活过 我还有好多事情 没有来得及做 老婆 快 快叫叫火车 宋太太现在处于最小意识状态 虽然对外部刺激没有反应 但她的潜意识活动异常频繁 她的脑电波活跃程度也异于常人 如果她继续这样睡下去的话 她的脑电压就会不断升高 时间久了的话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小玉她在做梦吗 可以这么说 她现在活在自己的潜意识里 只有醒过来 才能释放大脑里的扩瘦能量 这个只能靠宋太太自己了 现在的感觉好奇妙 虽然我不能动 但是感觉自己变得轻快了许多 这就是医生说的能量了 如果这股能量真的有这么神奇 我希望她带我回到从前 我要重新选择我的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我出了车祸 那这里是天堂吗 不会吧 天堂原来这么温馨啊 天堂原来这么温馨 二零一二 不会有人与人杰看我玩笑吧 真真然是 十六年前 如果现在才是真实的 那之前发生过的那些事呢 难道 那些都是梦 不可能啊 那我从二零二八年 回到二零一二年了 你起来了 我去上班了 打起精神 打起精神 一起加油啊 贝贝 贝贝 吃完早餐再走吗 来不及了 我不吃了 吃个丫头 小霞 吃早饭了 过来 怎么还穿着睡衣呢 贝贝呢 她刚说来不及了 匆匆忙忙出去了 做个律师助理 搞得比法官都忙 真不知道图个什么 也不能这么说 人家有志气 将来考到一个律师执照 也真的可以赚大钱来 小玉 在那愣着干什么 过来吃饭啊 我今天特别起了一个大早 给你煮了这锅粥 帮你补充一下 祝你今天顺利通过那个面试 你也得跟人家备个学学 天天吃住在一起 就不能往人家思想上靠一靠 怎么差距就这么大了 赶快吃啊 吃完打扮打扮 去面试啊 什么面试啊 李茗玉 你别又在这装二了 你给我听清楚了 今天的面试 可是你姐夫想尽了办法 托关西送礼求行 给你争取来的 你可得给我好好表现 别让府群丢人 要不是你姐夫 我知道了面试的事 我真不知道 你这脑子在想什么 看着就生气 爸 我上班去了 吃完再走嘛 一会儿开会 我先去准备 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是 我叫李茗玉 身高一米七零 体重四十六公斤 狮子做A型血 性格热气开朗 B 谁问你这个 你以为这是参加相亲节目啊 李茗玉小姐 你觉得好的广告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广告 应该具有煽动性 消费者一看就想买 你们懂的 我不懂 李茗玉 李茗玉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我 我叫李茗玉 身高一米七零 体重四十六公斤 狮子座A型血 谁问你这个 你当这是 先进节目 李茗玉 李茗玉 你觉得一个好的广告 你先要问 我叫你先要问 好的广告 应该是什么样 对不对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喂 贝贝 我刚封草院出来 今天幸亏我们胜诉 老板心情好 放我一马 你面试怎么样啊 顺利吗 贝贝 先别说面试的事了 我 我 你说看着我 微笑 坐在这里 终于能放下 欠疚和担心 却不懂这样 喂 贝玉 现在该怎么办 我是应该回到对面 等晨曦开始过来 被她撞倒 然后再把我之前的人生 重复一遍 我还是应该站在原地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好 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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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自觉闭上眼瞧 赶紧 明镜 悲悲 你看看见 你有没有听说过 时间倒流 淋魂出教 平行时空 就是 从人生的这个时间点 到了那个时间点 喂 这种没有逻辑的借口 你也想得出来啊 你该不会是想这样 来替你没有通过考试 为自己开脱吧 不是 喂 待会儿 研究开始了 皮子 咱这玩笑是不是有点过了 就这几俩 是不是有点太刺激了 喂 就是要刺激点 我跟你讲 每个绅士都是一匹饥饿的狼 现在要靠你来唤醒这匹狼 喂 这边是谁啊 你看 又漂亮喽 上次陈狼网去了 待会儿再聊 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喂 中文学得怎么样了 谈谈男学 喂 来了 葱姨 谢谢 谢谢 你出个门不用打扮这么久啊 哎呀 我不开会 哎呀 我不开会 哎 你出来没来 我很纯情好吧 楚昊 今天可是老同学聚会啊 你来晚了不太合适点 大家说要不要自罚一杯 要 各位 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在国内相见 来 我敬大家一杯 干杯 干杯 酒量不错 有种感 谢谢 玩得开心点啊 我这么跟你说 你 你 你相不相信 人是可以回到过去的 就 就是那种 心回去了 但是 身体还留在那儿 你到底在说哪一个句啊 我没有再跟你说电视剧 贝贝 现在 是二零一二年对不对 我是从二零二八年回来的 所以说 我现在这个皮啊 这个皮是年轻的啊 是二十二岁 但是我的心是三十八岁 三十八岁 你三十八岁的心 贝贝 老板在催了 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 哦 马上来 好了 我现在没有时间 来听你给我讲电视剧 我先回去开会了 晚一点再跟你聊 嗯 是三十八岁 现在的感觉 应该是那种 浑身无力 四肢发软 脑子里面不断迸发出那种 无耻的念头 然后内心深处 有一股压抑不住的欲望 甚至有种 想喷勃欲出的感觉 你们两个 跟我喝什么了 就是老年人 最需要的那种 爱情魔药 先不要谢我 这可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这是广大人民群众 一致通过的决定啊 包你从小到大都没这本玩过 哎 哎哎哎哎哎哎 在你来之前呢 同学们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Ladies and gentlemen 同学们 让我们欢迎新任的学生会会长 余楚浩 Music 我说她怎么走了啊 拜拜 哎哎哎 嗨 咦 居然啊 咦 居然啊 小姐 不好意思 我们电梯临时有故障 我们会立刻处理的 为了您的安全 请耐心等候 请勿擅自开启电梯门 很抱歉 造成您的不便 那什么事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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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解 小姐 有没有知见啊 是金 太倒霉了吧 居然遇到一个大寺廊 他要是敢对我动手动脚的 看老娘怎么收拾 我让他跑 臭流氓 我一进电梯就看你不是个好东西 他借扣子挤理在脱衣服的啊 臭流氓 看这老娘要去捡你 小姐 叫什么 叫什么 小姐 你才是小姐的 你才是这种小姐的 臭流氓 冷静 臭流氓 你听我说 臭流氓 臭流氓 证据已经这么明显了 你还撒谎 小伙子 我就不知道 你学点啥不好 你年纪轻轻地学点什么不好 你学点耍流氓啊 我告诉你啊 今天 我就代表千千万万的 妇女同胞让你知道为什么要过三八妇女节 就是要让你知道 尊重有底性 尊重有底性 不要让我们的眼睛 看什么看 报警啊 臭 你 如果再撞一次 说不定再撞一次 你就可以回去了 可是万一没有转回去 转个半身不随 全身瘫痪怎么办 不行 我一定要回去 体积大 速度快 一次搞定 我问过夫君了 人家说你什么问题都没回答 直接掉头走了 小玉 真的假的 是 我是没回答 可问题是 都已经内定了回答干什么呀 我今儿不想回答 我这叫无言的抗议 爸 我最讨厌那种靠关系 走后门上位的了 我瞧不起他们 你怎么知道 面试官的外甥也去了 你不是在骗爸 就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你又没在场 你怎么知道 我虽然没在场 但我没瞎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说话磕磕巴巴 看不出你跟贝贝没来眼去 还在说到底在做什么小动作 好了 别说了 吃饭说什么呢 吃饭吃饭 气饱了 不吃饭 不吃饭 爱吃饭 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 你说我什么呢 我说你自以为是 你觉得自己最好最棒 地球离离你不转了是不是 别人说什么话你都听不进去 你不觉得这样特别累吗 你自己累也就算了 你让全家人陪着你一起累 自私胆小 自以为是 姐 你就是眼形的窝里厚 到了外面 见了自己男朋友就怂了 你行不行啊 姐 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把自己毁了 你会把全家人都给毁了的 爸 你 你听听 你听得带什么态度 我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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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了 你们少说两句吧 我出去走一走 麻烦你们吃完饭 帮我收拾一下碗筷 谢谢 谢谢 爸 爸 看你把爸气的 给我站着好好见他 别生气了 小香姐不就是这样吗 这么多年你都忍过来今天在气什么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我都忍了 我现在不想忍了 可她是你姐啊 我姐 她整天就知道骂我 她把我当我亲妹妹吗 这么多年你不是没看到 小玉 你有姐姐有爸爸陪在身边 你还一个劲儿的叫苦 你也稍微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吧 我就一个人 在我有记忆之前 我爸就去世了 十几岁的时候妈妈也走了 要不是啊 我妈跟你爸是老朋友 我现在都还不知道自己在哪呢 你呀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嫁给我的时候 我就是现在这样 可是你却变了 这几年你老是在抱怨 老是在比较 我们的日子 过得并没有那么长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做人要知足啊 懂吗 懂吗 是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感觉到心里缺了好大一股 那你说 你心里缺了谁啊 这种感觉很奇怪 我跟他从恋爱到结婚 一起生活了十六年 我甚至还跟他生了一个孩子 但是现在 他却不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 别说 晨曦年轻的时候 晨曦年轻的时候 身材真不错 孙正熙 孙正熙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 是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 还是害怕再经历一次 同样的问题 又弄的什么呀 这是给逗逗的礼物 这多少钱啊 这是礼物 花不了多少钱 拿去退了 小玉 奶粉钱我会再赚的 你别老发愁了 你看你这闻都出来了 开心点 陈希 走了 妈 刚下班就去冲浪 好不容易起浪了 我去玩一会儿 好吧 嘟嘟 马上回来 陈希 恐不让你去冲浪 我要生了 小姐 你没事吧 你要不要去医院啊 你是我们的会员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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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么进来的 走进来的 难道乘我游进来的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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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妇最好不要做激烈运动 谁说我怀孕了 你刚才 你刚才说你要失生了 生气啊我 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你谁啊 我刚刚明明听见你叫我宋晨熙 送东西啊 人家送外卖的好不好 送 送东西 看不看 你那么凶干嘛 我叫阿庞 你叫什么 有没有人说过 你不讲话的样子很可爱 交个朋友吧 勾敢了吃什么 有个性 诶 晨熙 那谁啊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少扯我看得从你屋里出去的 我真不知道 但是 他知道我的名字 我知道了 他肯定暗恋你 私下里打听过你的消息 不过你离他远点啊 他 他神经病了 你怎么知道 我跟他握手又不是跟他借钱呢 干嘛吐我口水啊 哼 活该 谁叫你小子去招惹人家 要借多少 一千 下个月发工资马上还 好啊 跟我借 不能借 呼啊呦啊 闭嘴 你因为赚多少钱你不知道吗 你把钱借给他他什么时候还过 你就算不把钱攒下来没关系 你去修船都行 就是不能把钱借给他 你怎么知道我想修船 对啊 你 你怎么知道啊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苏晨熹 你都多大了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就算你不会自己考虑 你也得为我 为你 你 你得为未来的老婆孩子着想 对不对 你就忍心看着他跟你去喝西北风 你说你年轻的时候不努力 多攒点钱 那以后日子怎么过呀 非要等到自己四十多岁了 还帮别人打工 一辈子没出息连累老婆孩子 我告诉你你会后悔的 反正就是不能见 你看 我说他神经病吧 这是 什么情况 小玉 你太自私了 他还是原来的那个疼 一点都没有变 如果还跟他在一起 我只会再重复一次失败的会面 失败的认手 你迟到了吗 你迟到了吗 你到早了 随便 反正我半小时之后 还有个会议安排 那我们就正餐当快餐吃咯 等一下 还有个客人 你今天叫我来 到底什么事啊 买衣服 换发型 弄这一身时髦的造型 这就是你所说的人生目标啊 我以前 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虚度了我的大行星厨 现在老天爷可怜我 让我重新开始 我算是想明白了 我要把以前失去的一切 统统找回来 呗 你知道女人的青春像什么吗 女人的青春就像报纸一样 是有时效性的 越晚越没有人买 等你结了婚 生了孩子 你都不知道 地球引力有多可怕 脸 啪插一下就掉到这儿来 满脸的皱纹 那时候的女人 就像废报纸一样 得一块一块地论金脉 小玉 我们认识那么久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 你现在这个样子 只不过是面试失败了 有必要做这么大的改变吗 这件事 真的对你刺激这么大 好 伯伯 我只觉得 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我要改变我自己的人生 我要像你一样 像我 贝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会成为一个 非常非常有名的大律师 法律系毕业的 不代表就能当律师 执照很难考 贝 你要相信我 你一定会成功的 十年后 十年后 你会住在半山腰上的别墅里 有一间非常漂亮的办公室 反正我要向你学习 成为一个女强人 我之前浪费了大半生 所以现在 我必须要努力奋斗 也许多说 我会去的 我相信你 要相拥 每个影子都不自由 却拥有像奔跑的苛求 你对着光的邂逅 勉敢尽头终究还是 片刻逗留 如果回到从前回到遇见 如果能淡了想念 失留一点 剩下的遗憾也会有勇气 去面对 为你 握不去的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